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3月10日0点41分联合报记者楼敬平台北报导直办五年开始才有官办热身赛 图为当年兄弟相对投手陈一信中等人 图联合报系资料照片分享官办热身赛的佳季能否转化成例行赛的好表现 在终止开始有官办热身赛的前两年热身赛战绩最好的球队都是该季总冠军 但近十年官办热身赛的战绩只能当作参考 终止开打前四年期前没有官办热身赛要如何调整热身先由各队自行决定 直办五年起热身赛由联盟统一举办 并信规定当时的六队必须全部参加开始对外售票官办热身赛至此出现 第一次的官办热身赛兄弟相统一失队是战绩最好的两队 当年球季也由失向队两强相争最后 向队拿到上下半季冠军直接捧回总冠军 失队则在挑战冠军赛以三胜败击败向队 隔年失队在季前热身赛称霸为季赛打出好彩头 最后囊括上下半季冠军集队使第二座总冠军 去年园队 失队和富邦汉江队在热身赛都拿到三胜 例行赛则是园队一 之独秀 上下半季都拿冠军 总冠军赛也以4比2击败统一失队 中信兄弟队在2017年热身赛拿到四胜 园队拿走上下半季冠军 总冠军赛以4比1击退兄弟 二14年的园队 13的失队在季前热身赛战绩都不好 但都在当年拿到上下半季冠军和总冠军 二12年总冠军园队 11年总冠军失队 历年总冠军向队 在季前热身的表现也不理想 官办热身赛打得好 不见得能转化成例行赛的战绩保证 中华职棒中信兄弟富邦汉江统一 71LEVEN是拉米哥桃园指 要5秒多功能运动手环 限量运动包 等你来拿分享分享留言列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